各位老師 各位學員以及各位家長 大家平安 感謝主的帶領 讓我們能夠來迎接這個宗教教育 宗教教育週 我們從5月份開始 因為我們疫情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們 無論我們的學員 以及我們的家長 我們都碰上前所未有的一個經歷 比如說我們在家裡面直播聚會 我們在家裡面線上 這個在家裡面直播的一個上課 然後在家裡面直播的一個聚會 那我們也透過在家裡面 第一次的這個學生領恩會 這個都是以前從所未有過的 那時間非常的快 從5月份一直到現在 也經過了三個多月 那一眨眼的一個時間 即將要進入到新的一個學期 已經快要開學了 所以我們在快開學前 教會就舉辦這樣宗教教育週 來對我們每個學員 家長 老師 在一番從這個聖經當中 來再一次來思考學習 這一份的一個信仰 跟我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 那這一次小弟 就由我們上一次 這個宗教教育老師的一個會議裡頭 所擬定的一個計畫 所以我們這一次 對這個安排 總共有三堂的一個課程 那今天小弟要跟諸位 來一起來探討學習 就是孩子需要什麼 孩子需要什麼 現在的一個孩子 跟早期我們的那個年代 還有我爸媽的那個年代 相差地緣 因為以前是一個物資缺乏的一個時代 所以早期的一個孩子需要什麼 早期的孩子沒有東西吃 早期的孩子這個物質上面 非常的需要 但是現在是一個這個物資過剩的一個時代 所以呢我們宅在家裡面 經過了三個多月 傳到一看我們每個學員 長胖了 變胖了 然後長高了 變帥了 變漂亮 所以現在的物質非常的豐富 那我們的孩子 大概他們需要什麼 現在的一個媒體非常的發達 所以經由專家他們的一個紀錄 他們的一個統計 在我們一個這樣台灣的一個社會當中 我們孩子他們最需要的 剛才有講到不是物質方面的 那不是物質方面 他們比較著重在一個 這個行動跟心靈上面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我就列舉出幾點 這個是經由統計出來的一個資料 第一個就是 大概孩子他們比較嚮往的是什麼 需要這個愛 溫暖跟安全感 現在的孩子缺少了愛 雖然物質生活豐富了 然後穿得非常的漂亮 房子非常的漂亮 但是在這個家庭裡面 可能缺少了愛 在家庭裡面沒有像這個 我小時候在求學的過程當中 有一首這個兒歌這樣唱 我的家 我的家庭 我的家庭是怎麼樣 我的家庭是溫暖可愛 家庭裡面有充富有人情味 然後有安全感 所以孩子其實需要的是這個 那透過需要愛 溫暖以及安全感 那這個怎麼樣來得到呢 其實需要透過接觸來得到 但是現在這個 醫生父母的一個世代 現在我們什麼都是用錢來解決 那現在的錢也不需要帶著 所以有時候用卡來解決 用手機來解決 手機裡面就有LiPad 一照就可以買東西 一張卡一刷就可以付款 來得到我們所需要的 但是缺少了什麼 缺少了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那人與人之間是誰 就是孩子跟父母親 最直接的一個接觸 那人有了接觸 那當然會什麼 會有微笑 會有表情 你看現在每個人口罩都一戴 不曉得他是在哭還是在笑 看不出來 但是如果在一個家庭裡面 所營造的是一個 這種親密的一個接觸 能夠以微笑自知 然後進一步呢 擁抱來表達出什麼 父母親對孩子的愛 有時候孩子他要求變不多 因為孩子跌倒的時候 你這個教導他 說要勇敢的爬起來 然後把他抱一下 不哭不哭 你要勇敢 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要勇敢的爬起來 沒關係 媽媽 這裡有媽媽陪伴你 這裡有爸爸陪伴你 他會怎麼樣 他下次就知道 他遇到跌倒的時候 他可以爬起來 那有一方面是什麼 我們的孩子不是萬能的 因為我們的孩子 也是肉體所作 所以什麼 各方面都是有限的 在一個有限的一個人當中 一定會遇到困難 當我們的孩子遇到困難的時候 有時候接觸 微笑 擁抱 表達我們對他的愛的時候 你遇到什麼困難 沒關係 提出來 溝通 有時候 是不是可以給你事實的一個幫助 鼓勵呢 所以大概有這樣 指的一個方向 那第二個 現在的孩子 需要什麼 需要能夠被尊重 以及被了解 現在還 這個 有時候 父母親 為什麼 有一個 這個名詞 在這個 社會上面 在這個世上 這樣流傳 就是代溝 一個 這個新的名詞 在這個 古老的時代 可能沒有這樣的一個名詞 那代溝的名詞 什麼叫代溝 一個世代 一個世代 當中 的一個溝通管道 那這個溝通管道 當中 如果沒有溝通 那就是有代溝 最近都會 午後雷鎮雨 那午後雷鎮雨 如果我們家的頂樓 我們家的一個鐵皮屋的一個渠道 這個 這個 裝水的渠道 如果你沒有適時的去把樹葉啊 污垢把它清理的時候 遇到非常大的午後雷鎮 那就怎麼樣 溝水出來就滿出來 就是因為沒有清理乾淨 所以 就會有代溝 這個水溝裡面就堵住了 所以 要怎麼樣能夠 這個 去 去了解 我們的孩子 尊重 我們的孩子 這個就是 能夠 花時間 在我們的孩子的一個身上 那 花時間在孩子身上 那必定要怎麼樣 不是說 欸 小明你怎麼樣怎麼樣 那叫做 高壓式的一個 教導方法 那這樣不是叫做溝通 什麼叫做溝通 溝通就是兩代之間 兩兆之間的一個對答嘛 一問一答 然後需求 然後這樣 互相拋來拋去 這個叫做溝通 所以我們要能夠 這個尊重 孩子 然後了解孩子 所以一定要經過什麼 請聽 你如果沒有 仔細去聽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需求 比如說 你所看到的一個結果 他呈現出來的 結果是你所想的 並不是一個結果的一個事實 所以如果你沒有去請聽的時候 我們會誤判 所以就會造成代溝 所以因此就會又是不正常的一個循環 你又造成不尊重孩子的 就用自己的想法 你每次每次都是怎麼樣 所以經由請聽之後 我們就會進入我們的大腦 來思考 然後思考之後 要甚至要做一個改變 所以這是在21世紀末 的一個父母親所應該要去學習的一個地方 第三個 我們的孩子需要什麼 需要有獨立學習的自由 獨立學習的自由 這個在以前的世代當中 可能做得比較主 為什麼 因為以前農業時代 父母親非常的忙 那在很忙碌的同時 這個我們每個小孩 都必須要做自己的事情 自己起床 自己穿衣服 自己吃飯 自己洗碗 但是現在這個社會進步了 父母親也是非常的忙 但是孩子生的比較少 以前生一打 生半打六個 至少也有三個 但是現在最多兩個孩子恰恰好 有時候說生一個就好了 至少我有生 那有的人是我不想生 因為現在的世代非常的險惡 所以用這樣的觀點 現在的一個出生率 這個已經被死亡率超越了 所以變成死亡交叉 所以在現在的一個世代當中 因為孩子少 所以就變成怎麼樣 趕快趕快起床了 還在睡了 趕快起床 不可以再睡了 那個媽媽去做什麼事 等一下再來看 然後呢 過了三分鐘來 你還躺著在睡覺 不斷的一直在叫他 然後叫他起來 那孩子兩眼都閉不開 還要幫他穿衣服 頭不要再頭轉正 是不是有講到我們底下的 小朋友呢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一個 社會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們需要怎麼樣 需要讓我們的孩子 學習獨立 學習自由 不是小弟的一個過程 我在我小時候也是這樣 那我在跟傳道娘 教導我們的孩子的時候 大概也是學習我父母親的一個 教導方式 就讓我的孩子 兩三歲三四歲之後 開始讓他們洗碗 然後開始讓他們洗衣服 不是用手洗 現在就教他 現在孩子對數位的東西很厲害 所以就教導他們 那教導他們之後變成怎麼樣 獨立自主了 為什麼 三四歲他就開始學習獨立 我講了一個現象 這個現象 馬上改變 孩子轉變成這個工作是他的 所以變成怎麼樣 爸爸你吃快一點 我說為什麼要吃快一點 因為我要洗碗 爸爸你還不去洗澡 我說為什麼要洗澡 因為我要洗衣服 雖然是一個案件 對不對 雖然是一磁零 然後加一個案件 但是不同的是什麼 賦予他獨立自主的一個觀念 那經由這樣之後 他就根本不需要什麼課本的教導 因為實作最重要 經由這樣實作之後 他馬上轉變 他馬上好像那個小屁孩之後 好像變成大人 小大人 趕快趕快 好事的 馬上去做 很好玩耶 那經由這樣慢慢訓練 那孩子的那種獨立自主的個性 就慢慢的被建立 慢慢的被培養起來 這是第三個 那第四個 我們的孩子需要什麼 孩子需要更多的肯定跟鼓勵 以前的人 我們這一代 我這一代的爸爸媽媽 我的阿公阿嬤一直推上去 都流行一句話叫什麼 孩子人有聲沒嘴 有耳朵沒有嘴巴 現在的小孩聽起來會怎麼樣 你騙人 明明我就有嘴巴吃飯 哪說我沒有嘴巴 所以以前的人教導就是 有耳朵沒有嘴巴 意思就是閉嘴 大人講話你閉嘴 我講什麼你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在軍中 常常有這樣一句話 這個合理的要求叫做訓練 不合理的要求叫做磨練 所以呢 都馬是常常都是在訓練跟磨練當中 這樣子成長過來 所以我們需要讓我們的孩子 我們更加來肯定 更能夠來鼓勵他們 那我要講的是 這個肯定跟鼓勵 我們要導正一個觀念 這個肯定跟鼓勵 並非不實質的一個讚美 我舉一個例子 小明你好棒你好聰明 出生之後 大概我們的一個天之神已經賦予我們了 你再怎麼誇 他也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神給我們命定的就是這樣 那不一樣的是什麼 我們的衝之一樣 但是我們的努力不一樣 所以要肯定鼓勵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要實在實際的東西 那什麼叫實際的東西 你要能夠講出他的一個過程 那個某某某你今天在這個少年班的時候 在這一次學齡會的時候 有怎麼樣的一個表現 講出他具體的一個實質的表現 但是你可能有哪個地方沒有做好 那怎麼樣講入他的心坎 是這個地方我沒做好沒關係 你知道沒做好那下次要做好 但是我要肯定你的地方 你下次要維持甚至更進步 這個才是肯定跟鼓勵 而不是滑耳不實的 你好漂亮 本來就是醜小鴨了 但是每個孩子在父母的心中 都是非常漂亮非常帥的 我要告知的是說 我們要講一個事實 肯定的一個鼓勵 而不是只一味著 這種不實的一個讚美 這個比較能夠讓我們的孩子得到造就 第五個我們的孩子需要什麼 需要有秩序的生活環境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再講一次 需要有秩序的生活環境 什麼秩序呢 就是建立基督徒的信仰秩序 建立基督徒的信仰秩序 因為如果一個基督徒的家庭 基督化的家庭當中 我們沒有一個非常良好的生活環境的一個秩序 那這樣子我們沒有 剛才有非常好的上面所講的那些東西 但是你沒有發展在跟神上面 在信仰讓我們的屬靈的生命 與神來連結 那你覺得父母親會快樂嗎 那這樣的一個家庭健全嗎 有像那個約翰二書還是三書 第八節 我的兒女能夠造神的旨意來行 我就能夠得到快樂 所以我們要能夠建立一個 秩序的生活環境 所以我想要提出一段經文 跟大家一起來學習 我們請看馬可福音第十章 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節到十六節 十三節到十六節 我們翻到之後 我們用國語來朗讀 十三節請讀 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 要耶穌摸他們 門徒便責備那些人 耶穌看見就惱怒 對門徒說 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 不要禁止他們 因為在神的國正是這樣的人 我實在告訴你們 凡要承受神國的 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 於是抱著小孩子給他們按手 為他們祝福 這段經文 是耶穌為小孩來祝福的一段的事蹟 那我就從這一段的一個事蹟當中 我提出三點 到底我們基督徒需要建立什麼 信仰的一個次序呢 第一個需要家長帶領我們的孩子來見耶穌 十三節上半段這裡所講的 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 要耶穌摸他們 好了我們來思考一下 當今我們每一個父母親的一個定位 有時候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現今的一個社會當中 每個家長都希望我們的孩子 能夠成龍成鳳 所以除了我們學校的一個課業以外 所以加上補習 然後怕我們的孩子 這個除了會讀書之外 那這個素養也要非常的高 所以學很多的一個才藝 就將我們的孩子的時間 把他排得非常的滿 除了吃飯睡覺以外 其他的時間都是在做這樣的一個學習 但是重點是什麼 這些都很好喔 傳道並沒有說我們禁止 不要做這些的一個追 因為事實上知識的一個追求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怎麼樣能夠來有次序的 來安排我們的一個生活 就是我剛才第一段所講的 應該要領來見耶穌啊 所以我們有沒有安排這樣的一個時間 所以我們應該要學習這段經文所講的 聖經當中的一個被主耶穌所肯定的父母是什麼 這一段十三節前面說 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 所以聖經當中 耶穌所肯定的父母親是什麼 有人把孩子帶來見他 既然有人 所以也代表沒有人這樣做 也有人沒有這樣做 是不是 所以一樣的道理啊 現在的人也有這樣選擇的 他每天帶著他的孩子 那長大之後鼓勵他的孩子 一起來到教會來見耶穌 但是也有人這樣啊 他選擇沒有帶著他的孩子來教會 沒有這個教導他的孩子 來到教會來見耶穌 那帶孩子來教會 來見耶穌 要做什麼呢 這裡說要耶穌來摸他們 那相對的是什麼 也要孩子能夠摸到耶穌啊 所以這個是兩方面的 所以這個 那天有一個家長這樣講 這個說 傳道 在這一段在線上聚會的童子 我的孩子 都還沒有看到你在講道 只有聽到聲音說 柯傳道在線上講道 是啊 這個也是帶你帶領你的孩子 來見耶穌啊 雖然在家裡沒有看見 但是孩子為什麼會講出這樣的話 就是因為你有領他來見耶穌 想要讓耶穌摸他 那進一步也要讓孩子能夠摸到耶穌啊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在聖經裡頭大概有幾個方法 那我們 每個父母親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去學習的地方 就是第一個要從小 從小就要能夠來敘說 述說我們的一個信仰 記得這個陳建宏弟兄 他講了一篇就是家庭祭壇 然後家庭祭壇裡頭 用了一段故事 那個故事小弟也曾經講過 其實那個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猶太人他們怎麼教孩子 來親近耶穌 他把聖經神的話語 想像成是耶穌嘛 從小 當然這個聖經不是 但無形當中 就好像約翰福音 這個第六章 第五章三十九節裡頭所講 我要查考聖經 那我就能夠得到聖經當中的一個 永生的道理 那猶太人怎麼做 在從小他在爬的時候 就在這個聖經當中 這個抹上蜂蜜 然後呢 讓孩子在那裡摸摸摸 啃啃啃搖搖搖 然後從小 就讓他喜歡上這一本神的話 用利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建立他們親近耶穌 摸到耶穌 進一步讓耶穌也能夠摸他們 所以這個是從小就要開始做 那再大一點呢 當他們聽得懂的時候 我相信在座每一個父母親 都一定會有講故事 給我們的這個小朋友聽的 媽媽你講故事 爸爸你講故事 今天故事還沒有講 可以啊 你可以告訴他們聖經當中的故事 你也可以訴說我們怎麼來信主 或是說神在我們這個家庭 怎麼樣帶領看顧我們的一個真實的故事啊 可以嗎 可以啊 這個不只可以做 而且一定要做啊 詩篇七十八篇從第四節開始 就教導我們 你所聽見所看見 這過去的一個神給我們的一個恩典 怎麼樣 不可不說 喔 要這樣子來教導我們的孩子 當我們孩子慢慢長大之後 喔 原來是這樣 所以在帶領這個 學生靈安會的時候 欸 這個 說 從學靈會 少特班開始就見證會 那要排見證會 有的喔 至高分流 我 欸 我要見證 那 其實喔 這個見證都蠻多的耶 但是有的 小朋友就怎樣 我沒有見證 想不出什麼見證 為什麼 從小 我們做父母親沒有去引領帶領他們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我們要怎麼樣 帶領孩子來讓耶穌摸 我們帶領孩子來摸到耶穌呢 就是父母親從小 就要養成聚會的習慣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 耶穌十二歲 超過十二歲的小朋友舉手 欸 都超過十二歲 誠心力那個太大了 欸 我們都超過十二歲 那耶穌十二歲就進到聖殿 他怎麼進到聖殿 當然就是父母親帶他來 不然他怎麼自己去聖殿 耶路撒冷聖殿很遠的地方 而且要爬山耶 所以就是父母親帶領他來 那帶領他來 讓孩子能夠養成聚會的一個習慣 第三個 父母親要從小就教導認識聖經 這個是巡視漸進式的 從這個講故事開始 然後從讓他們養成教育開始 最到慢慢慢慢長大之後 我們就要能夠 這個教導他能夠認識聖經 就是他自己要能夠讀了啊 這個羅椅提摩 我講出來 羅椅是誰的阿嬤 羅椅是誰的阿嬤 什麼 對提摩泰 提摩泰的阿嬤 那他的媽媽是誰 第二個 趕快趕快 聖經猜謎 是誰 提摩泰後書一章第五節 趕快知道的講出來 請講 對 尤尼基 他的媽媽 他的外祖母 那他建立什麼 那個保羅說 提摩泰阿 你那個五尾的信 什麼叫五尾的信 不是五尾熊 五尾的信心 就是真實的信心 你真實的信心從哪裡來的 你真實的信心就是從你的媽媽跟你的外婆 教導你來的 所以我們做父母親的 怎麼樣帶領我們的孩子 來摸到耶穌 讓耶穌摸他呢 就是教導他們能夠認識聖經 所以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要將我們的孩子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們有一天 他們就像風箏一樣 他們要自由的翱翔 那如果風箏你沒有帶領他 他還是在原地 他不會自由的翱翔 所以我們要慢慢慢慢的帶領他們 那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就是讓他們離開這個讀書 讀書出外離開我們的時候 會將這個我們的信仰 就是我們父母親的信仰 把他轉交變成他們的信仰 所以因此帶小朋友來到 要到耶穌的跟前讓耶穌摸到 那進一步也讓孩子能夠摸到耶穌 第二點我們看回來這個馬可第十章 十三節下半段開始就講到 第二點是什麼呢 需要長輩的一個接納與關懷 第二點是需要長輩的接納與關懷 那我們看到十三節的下半段 當有人帶小孩子要來見耶穌 要耶穌摸他們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門復就責備那些帶著孩子來見耶穌的 那這樣做的一件事情到底對還是不對 當然不對啊 因為聖經告訴我們的啊 十四節就說 耶穌看見就生氣了啦 他就惱怒了 所以耶穌不喜歡門徒這樣做 所以我們不要指一味的責備 這個是錯誤的方法 所以我們當家長的 我們應該這個有寬容的心 能夠接待與關心啊 所以在哥羅西書第三章二十一節裡頭 經文也告訴我們 說你們做父親的啊 不要惹這個兒女的氣 恐怕兒女失去了志氣 當然不是說啊 這個小朋友啊 在家裡面就可以亂生氣 不是這樣啊 而是我們要用正確的方式 錯誤的方式 主耶穌不喜歡 當然這個門徒啊 要阻止 耶穌也不喜歡門徒這樣的做法 那主耶穌到底是 希望怎麼樣的一個做法呢 十四節繼續這樣說啦 耶穌就對門徒說 你剛才這樣禁止他們 這個是不對的 那應該要怎麼樣做 就是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 不要禁止他們 所以這個要讓小孩子 來到耶穌的跟前 不要禁止他們 所以這個需要透過我們父母親 或是教會 我們的長輩 我們的老師 能夠接納與關心 有時候每個孩子的個性不一樣 那我們要有耐心 來教我們的一個孩子 有時候我們過於欲氣用事 所以呢 就生氣了 你下禮拜不要來聚會了 我這個孩子非常聽話 好 我下禮拜就不來了 所以兩敗俱傷 對不對 所以錯誤的方式 不要學習 我們應該用正確的方式 不要禁止他們 所以就是要能夠接納與關心 所以我們如果看 用一個例子 在旧約當中 亞伯拉罕與伊嫂的關係 爸爸跟孩子的關係 爸爸 天上的神給他下一道命令 我知道你是愛我的 但是我給你一個命令 什麼命令 將你心愛的兒子 把他獻給我 如果現在叫一個媽媽說 把你的寶貝獻給神 你願意嗎 有時候我們不太願意 做不下去 所以這個爸爸他就接受到 這樣的一個知識 這樣的一個命令 就預備柴火 然後讓他的孩子背著 還帶著刀 為什麼 要獻繁祭 繁祭就是要把牛跟羊 把他殺死 把他殺一殺之後 把他放在這個 不是烤肉架 是一個木架上面 木頭上面 然後最後 把他燒了之後 獻給天上的神 這個在就業當中 的一個獻祭 那這個孩子 就要上摩利亞山的時候 背著柴 然後帶著刀 一路走 走走走 爸爸 奇怪 你不是說 爸爸我們要上山幹嘛 沒有上山獻祭 就好像說 我們要來教會聚會 然後我們來教會聚會 你的孩子很聰明 爸爸 你怎麼都沒有帶聖經讚美師 對啊 聚會不帶聖經讚美師 要來幹嘛 你來打瞌睡的 所以要獻祭就是要帶什麼 獻祭的東西 有木材了 也有火了 然後也有刀了 圍堵缺什麼 獻祭的祭物啊 牛或羊或鴿子啊 你怎麼沒有帶 那個爸爸就這樣講 不要管那麼多 走就對了 然後走走走 到山上之後 哇 這個剛好有一隻羊 被割在這個竹林當中 就用那一隻羊來獻祭 所以我們看到這裡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不只說不要禁止孩子到耶穌面前 那我們在這個不要禁止的當中 當然有一個過程啊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要透過接納觀心 那接納觀心就是有一個良好的一個互動啊 你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互動 你的孩子 他會不會跟你上 上山去獻祭 不會啦 你要用繩子把它捆著 把它背著 然後硬架上去要獻祭對不對 所以要需要有一個良好的信仰的一個互動 再來就是要接納觀心 怎麼接納觀心 那就是要了解孩子的這個動向啊 孩子的個性 孩子的動向 孩子的需要你都不懂 那你都不知道 那你怎麼能夠接納跟關心呢 所以你要進一步的怎麼樣 要了解孩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在真言二十七章二十三節 有一段經文告訴我們 說要這個詳細知道你羊群的狀況 當一個牧羊人 你不知道你羊群的狀況 那個如果你養了三十隻羊 然後你都不知道羊群的狀況 一天少一隻 這個那一天有阿公講說 我有兩個孫子很乖 都會跟我散商去養什麼 養雞去撿雞蛋 請問你們家的雞幾隻 不知道啊糟糕 被偷了也都不知道 所以幾隻 被偷了也不知道啊 所以要知道你所飼養的東西 當然就是要去詳細的一個知道 去料理這個羊群 所以我們的老師我們的家長 也是要如此啊 經由這樣子才叫做接納跟關心 透過接納與關心 就能夠引導我們的孩子 能夠願意走到主的面前 好我們看十四節 剛才的十張的十四節有一句話很重要 十四節下半段 我要請博遠來讀 為什麼不要禁止他們 你大聲讀 你大聲讀 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 好謝謝阿們 說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 所以要進天國的人就是 需要這樣的人啊 要有這樣的父母親 然後要有這樣的孩子啊 所以這個就是互相學習 這是第二點 需要我們做父母親的 能夠接納與關心我們的孩子 把我們的孩子領到神的面前來 第三點我們來請看十六節 於是抱著小孩子 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 第三點就是需要與神來建立親密的關係 這個為什麼父母親要帶小孩子來見耶穌 最主要就是要讓耶穌摸他們 然後這個摸有按手的意思 所以最主要就是要讓主耶穌能夠按手 那這個按手有兩個方面的一個這個意思 第一個方面就是祷告的意思 那第二個方面呢就是祝福的意思 所以經由祝福 所以經由祷告我們會得到祝福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食指跟耶穌能夠 touch 但是在靈裡面卻是可以跟耶穌可以直接的touch 那怎麼樣能夠實際的touch 就是從這一段經裡面我們可以學習到 將孩子抱到耶穌的跟前之後 讓耶穌能夠按手 讓他能夠得到祝福 那我們也要能夠為我們的孩子能夠來祈求 所以這個當我們把孩子抱到這個耶穌的一個跟前來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親密的關係 所以我們從小從小 我們就教導我們的小朋友能夠建立一個非常親密的關係 那這個親密的關係是在他的人生上面是不可或缺的 他會一點一滴都會被記錄下來 那你在他的成長學習過程當中 如果缺少了這個 那他以後他對於這個基因的片段裡頭 他生命的基因的片段裡頭 對他的信仰一概都不知 那這樣子非常虧欠我們主耶穌所賞賜給我們的孩子 所以教導我們的孩子建立這樣的一個關係 親密的關係 那這樣的孩子有一個親密的關係 他就如同什麼一樣 我用一段經文跟大家一起學習 來看詩篇一百三十一篇 詩篇一百三十一篇 詩篇一百三十一篇 第二節 我的心平穩安靜 好像斷過奶的孩子 在他母親的懷中 我的心在裡面真像斷過奶的孩子 這個是大衣 這個是大衛所做的詩 大衛雖然是一個大人 那我們如果能夠教導我們的孩子 能夠建立跟主耶穌有一個親密的關係 那也會像 如同大衛一樣 在他的人生的過程當中 他無論遇到順境逆境 他都用這樣的心情來表達 他對主耶穌的一個信任 他說我的心平穩安靜 他是在一個經過一個非常患難的一個過程裡頭 但是他為什麼會講出這樣的話 我的心平穩安靜 那他的心平穩安靜 他用著一個比喻來說說 怎麼樣平穩安靜 就很像那個小baby抱在母親的懷裡面 那樣平穩安靜一樣 當一個小朋友小baby 他在母親的懷裡 這樣睡得非常甜的那個畫面 我們現在教會裡頭 有這樣的一個小baby 那我們有時候可以去仔細觀察一下 他就非常的安穩 他睡得非常的安穩 所以我們的孩子也是一樣 當他長大之後 當他跟神建立一個非常親密的關係的時候 他也像這樣 遇到任何情況的時候 他的心能夠平穩安靜 當我們的孩子 跟神建立一個美好的關係的時候 他就能夠懂得怎麼樣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段經文 我們的孩子就懂得另外一個方法 好 我們來看一樣 詩篇十六篇第五節 詩篇十六篇第五節 第五節 我們說 優華是我的產業 是我卑中的份 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 我的信仰 他是我的產業 當我們現在認識產業 當我們現在認識產業都還不太夠 有時候還沒有那麼直接的那種經驗經歷 我們知道產業是什麼 剛才有講阿公養的雞 那個雞就是阿公的產業 那其實聖經當中所寫的產業是什麼 他不是只有指著這個世界上的 他是指著那個無形屬靈的產業 那無形屬靈的產業就是我們跟神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孩子 如果我們把他建立與神親密的關係之後 他就能夠把天上的真神 耶穌基督當成他自己的產業 他是我卑中的份 我所得的天上的神 他為我持守 當以後我們的孩子 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這樣的一個信仰的時候 為人父母的就會非常的欣慰 最後這個帶領小孩子來到神的面前 那最重要就是要耶穌給他 他們能夠來按手 那這個按手剛才有講到 有祈求有祝福 這兩樣的一個意思 所以我們為人父母的 孩子不是丟著他就會長大 就好像世世紀裡頭 參孫的父母親 參孫世世 當這個他要出生之前 這個參孫為人父母 我不知道怎麼教養我的孩子 所以他就祷告祈求天上的神 說只叫他怎麼樣來教導 他將要出生的孩子 所以我們凡事都要藉著祷告 有時候我們要怎麼養育孩子 其實我們不知道 所以現在的人說什麼 造書養 造豬養 其實是什麼 造聖經神的話語來教導 所以你看 但舊約聖經 約伯他也是這樣 所以約伯呢 常常為他的兒女獻祭祷告 他的獻祭祷告的一個內容是什麼 他說我恐怕我的孩子得罪了神 所以他常常為了這樣 來為他的孩子來祷告 這是第一個 我們做父母親 我們做老師的 我們在教會當中的長輩 要常常為我們的孩子 為我們的下一代來祷告 第二個為孩子祝福 將孩子帶領到神的面前 他就必定得到祝福 因為詩篇115篇13節裡頭告訴我們 凡敬畏神的人 無論大小主都必賜福給他 所以這是一個肯定的 神所應允的 我們只要將我們的孩子 教導他能夠跟神 建立一個親密的關係 那肯定他一定會得到祝福 那祝福還有第二個方面 就是我們長輩也可以祝福我們的孩子 但是有時候我們長輩 因為帶著血氣 講話比較心急 有時候不是祝福我們的 下一代我們的孩子 而是怎麼樣 把祝福變成咒詛 我跟你說 我就咒詛 不能這樣 長輩所講的話語會成真 所以我們應該多講這個關心 多講祝福的一個話 卻不要在這個生氣當中 來咒罵自己的一個兒女 這個是今天我們所分享的 那我們最後我們來看一段經文 四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三節 四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三節 兒女是耶穫華所示的產業 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 所以有兒女是神所賞賜給我們的 他是我們的屬靈的產業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固守 孩子需要什麼 就是需要我們的關心 需要把他帶領到神的面前 讓他能夠得到神的祝福 得到神的恩賬 不要緊仇